我看你 啊 先不去啊 我幫你引一下 還可以 還可以 超好奇的 超好奇的 可是真的好濕喔 怎麼辦啦 全身濕了 看他那麼漂亮的野狼 覺得 要拆掉也是蠻可惜的 超有力的 超有力的 煞車啊什麼東西 就整個整體的感覺 真的很好奇 雖然說我們是這種手動車很喜歡全拆的 可是看到這種 原廠狼還弄得很漂亮還是覺得 有點可惜 但不會我們要讓他更帥 好不好 不要說 我們這種分兩派 這種原廠老車不喜歡 沒有喔 因為這台實在太美了 我們剛剛已經真心恐後幫他留了幾張照片 猜之前的照片 因為他這個有白鐵不鏽鋼鋼絲 這邊還有這種老式的寶桿 老式側蓋 老廊管 錶這個都是烤過的 很明顯都是翻新的 還有這個老的方燈 哇這個椅墊 這個貨架 好 再會了 全拆喔 這是社交距離一定有通知 那個護護金要戴起來 基本上呢 這台車就是 要特別介紹一下 因為我們往常呢 就是覺得最帥的車 前面我們也不必會講 最帥的車就是 你覺得啦 車主怎麼樣 給我們發揮 你覺得會是最帥的車 而他不是 所以說 意見不要太多 沒有就是兩種 很限制就是 錢 錢那個剛剛先減掉 預算就好 預算了 預算比較高 當然我們就會做比較多 工也會比較細 然後用的料也會比較好 烤漆等等的都會提升 那另外一種就是說 另外一個就是說 如果車主他願意給我們發揮 然後也 蠻尊重我們的意見 等等的話 那其實我們發揮起來 也會是比較帥的 如果說 就是 因為有些車主其實他 經驗不多 那如果說他有很多 獨特的意見 然後其實 我們也很難去把它 執行出來啦 所以執行出來 是可以的 就是可能 設計上他可能也不知道 原來這樣搭配起來 沒有那麼帥這樣 那原則上這台車呢 車主他給我們看的東西 全部都是 往常牛仔做 比較屬於我們 牛仔風格的 一些 細節這樣 好那 現在剛好做到一半 沒有 現在應該是 七八成了 所以我們要先 來 做一個 介紹一下 特別要介紹 這台呢 我們會把它命名為 叫做什麼Style CowboyStyle 好 我們的默契 剛剛稍微再剪 這個油箱呢 我們手工做了一個 矽長型的油箱 那當然我們這邊有車一個 手工的這個 小的膠油蓋 齁 然後 再來呢 前面這次是用21吋的 21吋的框 然後後面呢 這邊呢 介紹一下 介紹一下 這一次 你要特別 我們車一個白鐵的 呃 這個 然後造型的 我們 要讓它做 印紋 所以它不是只有一支鐵棒喔 它是有一個造型在這裡的齁 這個到時候上去的時候 我跟你講 自己都會嚇一跳 好不好 自己都會嚇到 然後另外車的這個呢 是要替換它車架中間 好 而且是白鐵的 所以 基本上我們會讓它就是 保持白鐵拋光的顏色這樣子 齁 OK 好 排氣管呢 它也是一樣要做我們 就是牛仔一些招牌 就是 手工加熱 手取的一種 手工排氣管 好 那前面的主廚呢 這次讓小陳介紹一下 前面的主廚 所以它 特別設計 呃 這個是 我把它全叫做這個 勞斯萊斯 一手龍 好 不是勞斯萊斯啊 勞斯萊斯 勞斯萊斯的話 這台車的預帥會在家 勞斯萊斯的話 不過我們沒有 我們就是這樣 一手龍 一手龍 飛鏢也可以啦 有一點點就是這樣往後 主要是說 這邊方它就是做單邊的支架設計 所以等於是在 我們車子的右側這邊 是完全沒有任何支架 但是我們拿在鏡頭 麻煩帶到另外一邊 我們這邊呢 就是有一個 一體成型式的支架 連動這個 土廚 對 因為它比較長嘛 然後這邊還有一個小心機 就是說 在裡面有做一個加強 裡面有的加強 對 所以它是穩固 單邊穩固的一個支架 這樣 這邊是一個 白鐵的 東西 白鐵的一個尾殼啦 這也是我們 呃 等於說 比較偏牛仔style的車 我們才會做這個 上面還有椅墊 那從 等一下從側面帶一下 它會有一個曲線 非常漂亮 那這邊我們會把它拋光 從後面看 它其實是一個 呃 王冠的造型 然後 這邊看一下 我們這個比較特別 擋泥板這邊呢 下來 內部 連接 這個中間的盒子 裡面當然會放電路啊 電瓶等等的電系 然後這樣子呢 這邊 多了一塊這樣連接過來之後 這邊它的這個 這個儲藏空間變比較大 然後呢 剛好因為搖臂加長 這邊有個空隙 所以這邊也填補了這一塊空隙這樣 它是一層形到這邊 所以到時候椅墊一上來之後 我們就可以在那邊換電系嘛 或者是換一些東西 啊如果說 要烤漆的時候 我們是連後土組整個一起搬 車架烤漆回來了 然後現在 呃 我們要進行 拋光 好 剛剛 有先用那個 第一招先拋過 現在來第二招 好 拋光啊 拋光外面沒 欸 剛剛好 好 算了 大家好 我們今天是野狼騎士之一日救生員 等一下如果有的話 我們馬上就要下去救人 那在這邊等的同時 我們順便介紹一下車子 這台野狼呢 很興奮要跟大家介紹 因為我們已經很久沒有改到那麼帥的野狼了 而且這台野狼 我們把它取名叫做 Cowboy Style 因為呢 它結合很多牛仔 呃 我們 從以前到現在的一些 呃 風格結合在裡面 好 那野狼來說呢 以前我們常常改的都是18吋 18吋的輪胎 或是18吋 19吋 那這一台呢 是18吋配上 前面21吋 21吋呢 讓它看起來更Charper 操控性當然也更好 好 那我現在開始從車頭介紹起來 前面呢 做了一個 單邊支架的前土櫥 那這個小陳給它取名叫做 易守龍前土櫥 會不會太中惡 呵呵呵 不會喔 不會很帥好不好 好 那上面來呢 這邊有一個很像象牙造型的一個 大燈支架 那上面這個是我們復古式的大燈 但是這個呢 怕說不夠亮 我們還有加裝一個 魚眼探照燈在下面 就是它在騎山路的時候 比較安全一點 可以另外開啟 後面呢 再來我們介紹到 車把的部分 這是一個 比較 老式的一個大燕把 CNC的灌座 後面是我們常做的一個 縮仔式的手工Cowboy油箱 我們新Cowboy的Logo 比較帥的車都會上這個Logo 有翅膀 有這個 麒麟的腳 以及 牛仔的馬刺 下面可以看到 這邊有一個專用的 我們手工做的一個支架 方向燈的 然後配上這個是Motorock的方向燈 日本的 好 前面排氣管這邊呢 也是我們的手取排氣管 後面也做了螺旋式消音器 等一下可以發動給大家聽一下 上面這邊有一個很酷的 這邊有一個 我們有造型 葫蘆造型 它其實取代了車架中間的一段 這個是實心的 後面呢 看一下這邊有一個黃罐造型的一座蓋 連接到這個土櫥 那這個後土櫥呢 以前呢 我們做這個中間的盒子的話 它是一個四角形的盒子 我們是分開做 後土櫥是後土櫥 這邊置物的一個盒子 是置物的盒子 現在可以看得到 其實它是連接下來到這邊 然後跟後土櫥是連接在一起的 除了說它的置物空間真大之外呢 加長搖壁之後 這邊也填補了那個空隙感 這樣 這邊有一個 我們也是白鐵車的一個 葫蘆形的鐵棒 後面這次的收尾呢 我們就是很漂亮的一個鎖點 然後剛好結合了方向燈架 這樣子 這個啟動鈕一樣 它是一個防水的鑰匙 好 開第一段呢 尾燈就會亮 這是MOTON英國的 英國的尾燈 也是我們有在賣 那你看煞車燈也很亮 質感非常的好 細節是很重要 第二段呢 跟汽車一樣 轉了直接發動 這次我們的照片會異常的比之前屌 因為之前都是我們自己拍的 那這次是我們的御用的很強的一個攝影師 就是康哥 就是我們之前有上國外的一些雜誌 或是一些版面 都是康哥幫我們拍的 這次他 竟然拿出了空拍機 主動說要幫我們拍 騎車的影片 所以說 這一次我們有換了一個方式去剪 然後影片呢 也會提升質感很多 希望大家會覺得很喜歡很帥 達良好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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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